浦木轩小区位于杭州萧山临浦镇 是一个回千安置房小区 陈师傅说 他们是今年2月底搬进来的 没多久就遇到了电梯故障 第一次坏的就是过年以后 交付使用了以后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 就开始陆陆陆续续出现故障了 就装一单元二单元 经常出现故障 然后群里面再做11装 一装 七装都有故障出现的 七八台不止的 陈师傅说 电梯故障的表现主要是突然停运 好在还没有发生过 骤降和困人的情况 陈师傅在小区业主群搜索聊天记录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都有业主反映电梯问题 是会经常会有说的 破了以后叫他们的修了快点 维修机制一点 那个应急方案一定要有的呀 3月28号左右出现故障的 然后我们陆陆续续跟物业都沟通过 后来一直打了一个 12345市场公开热线 过了20多天才修复 陈师傅所在单元楼的电梯目前修好了 但他担心之后又会坏 坏了又要等 陈师傅介绍 这栋楼一共六层 他家在四楼 电梯一坏就得上上下下走楼梯 他自己50岁上下 在小区里已经算是相对年轻的了 这个小区的话有60%左右 应该都是老年人 像我父亲的话 这个是六楼 上次六楼也不用了 走到楼上去 走一个多小时要走 因为他腿脚不方便 新房交付不到一年 电梯就频频出现故障 陈师傅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为何维修要这么久 有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 找到小区物业 负责人不在单位 接着电话联系上了对方 话没有说完 冰红物业的金主任就挂断了电话 小区里的电梯品牌是日立 负责围保的向师傅说 电梯的很多配件 要从上海和广州发过来 受疫情影响拖了一些时间 至于电梯经常坏的原因 向师傅也进行了回应 使用不当 也都这个东西很多的方面的 是吧 打门时间长 卡十字 电梯本身自身的原因没有吗 电梯本身自身的原因 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的 你使用不当 你就是再好的东西 像本身就和人身体 是一个信息的是吧 陈师傅向12345热线反应问题后 临普镇承建规划办公室介入了 承建办的徐副主任说 小区的电梯是房子造好之后 在加装的 跟房子一起交付给业主 徐副主任说 业主们反应问题后 他们把物业和电梯公司约到一起协调 要求物业及时上报电梯故障信息 督促电梯公司拿出彻底的解决方案 18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